你好,我是Clement 社会保险机构早在2013年开始 并推出了免费健康诊查计划,简称KHSP 让符合资格的会员可以获得免费体检 不过,这项计划在2020年4月1号到2022年5月31号期间 一度为了配合政府全力应付冠病疫情而暂停执行 如今疫情开始趋缓,防疫SOP也逐渐放宽 但为了在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期间 能更好地照顾会员的健康 涉嫌机构宣布,在今年下半年重新实施这个计划 根据社会保险机构所发出的消息 免费健康检查3.0计划,HSP3.0 提供给年龄介于40岁到59岁的投保会员 更全面的健康检查范围 符合资格的会员只需要通过下载SRT手机应用程式 注册后就可以选择到附近的合作诊所进行身体检查了 尽管这个计划曾一度暂停了三年 但涉嫌机构已经再度优化了HSP所提供的服务 当中包括增加健康检查的服务项目 例如实验室化验项目 乳房S官噪音扫描Memogram 以及多种常见的肿瘤指标检查等等 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 在SRT应用程序中有两项内容 会员们一定要填写 那就是个人健康情况的评估以及心理健康评估 涉嫌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2022年多达23000多名涉嫌会员 因为患上非传染性疾病而失去工作能力或者死亡 此外,全国涉嫌机构平均每天 接获63宗非传染性疾病病例的通报 因此,所有符合资格的会员受处 把握机会,尽快挑选合适的时间进行期间 谢谢收看,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